那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有點搞不清楚 想說不是已經講好說北流的場所 都是不能夠跟政治有關嗎 後來才知道說原來是卡夫卡餐廳 那後來我們就查了合約 北流那邊也很幫忙 很快就把合約查出來 那我們的確是 就是所有跟北流有關的場館 包括餐飲那場所 都不應該跟政治活動 掛上關係或違反法令 我第一時間反應是又來了 因為他們有說他們可能誤會了 他們以為說餐廳不算 我想可能就是大人 可能這種小事他們會特別沒有留意吧 其實我昨天第一時間看到這個訊息 我就有跟文化局長蔡局長聯絡 所以柯市長又想要來北流闖關 更不要說他上次想要舉辦 這個8800的演唱會 然後想去租借北流的場地 那北流堅持自己的行政主體 不願意租借 然後居然還罵北流是太賤 像這樣子的狀況 我認為是非常不可取 這個要打擦邊球 那自己要知道自己的這個分寸 如果說真的想要打擦邊球的話 我們就不會把整個採訪通知發得這麼清楚 在哪呢 好 OK OK 發言人不陪我 哈哈哈哈 我就來這裡 哈 我們就沒有沒有 好 OK 我想問一下跟柯文哲辦公室那邊的溝通過程 大家的互動是什麼 呃其實蠻好的 我這樣講吧 昨天我們應該是在下午以後知道這個訊息 那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有點搞不清楚 想說不是已經講好說北流的場所 都是不能夠跟政治有關嗎 後來才知道說原來是卡夫卡餐廳 那後來我們就查了合約 北流那邊也很幫忙 很快就把合約查出來 那我們的確是 就是所有跟北流有關的場館 包括餐飲 那場所都不應該跟政治活動 呃 掛上關係或違反法令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訊息在夜裡的時候 我就傳給了柯辦 那柯辦的發言人呢 陳志涵也很快就回應我 然後他們跟我們確定說是不是真的不行 我們說真的不行 他說即使是柯辦 柯文哲市長不來呢 我說還是不行 因為你是精選歌曲的發表會 所以還是不行 那最後他們就說 讓他們來看一下 所以到夜裡大概應該差不多十一點多吧 那雙方達成協議就是他們撤 那他們撤以後我就說我們也表達善意 就是我們不會說什麼 就是當作是一場誤會 對大概過程是這樣 但是要謝謝 謝謝柯辦了 就是說他們很快的明確的告訴我們說 他們就換場地了 不會覺得說怎麼又來了 我第一時間反應是又來了 對 因為他們有說他們可能誤會了 他們以為說餐廳不算 那可是我說那個我看到那個後來發的新聞稿 它上面就寫說就在北流 對不對 辦在北流 那這四個字 辦在北流的餐廳 可是辦在北流那四個字 括號起來 大家還是會誤會嘛 而且說真的 這就很像你在國父經驗館 或者是其他的場所一樣 你在那邊的餐廳辦活動 大家還是視同是整個的場所嘛 所以我們後來溝通以後 就是希望他們退 那我還是要說啦 我是非常希望 未來的幾個月 幾組總統候選人 如果來我們的場館 看表演 純粹看表演我們都歡迎 我都歡迎 我甚至都還可以到現場去陪伴 但是就是不能有競選活動 不管是有人陪伴競選活動 或者穿上競選的服裝 我覺得我們都要避免了 但各位想那邊的回應是說 店家當下很熱情 你覺得這個有沒有需要在內部溝通 有 我們已經請北流跟店家溝通了 就是說以後要把合約要看清楚 不能說合約簽了以後就忘了 那事實上合約上寫得非常清楚 如果各位需要 我可以給各位資本的資料 上面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它的產品服務的內容 都不得跟政黨活動 或違反法令 那要合約內容跟控制時代有不一樣嗎 他怎麼會自己身為前市長 我想可能就是 大人嘛 可能這種小事他們會特別沒有留意吧 但我沒有特別提醒北流啦 就以後要特別的跟廠商把這個合約的精神要常常明確一點的重複一次 如果是賴佩霞要表演也不行嗎 他如果說不用副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然後從頭到尾沒有講選舉的語言 也沒有人穿著賴佩霞或者是郭先生的背心的話 那當然就另當別人 就很像說他如果是繼續做他的表演的話 但是我相信他也考慮到這個 所以他才會有要退出一些安排的表演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很難避免嘛 萬一台下有人叫你的名字對不對 叫什麼什麼副總統好 或者是怎樣當選 那其實都違反了我們的規定 那我們照我們的規定來看 我們是要裁罰的 對 謝謝 謝謝 入黨後首次來幫戰友站台 對 呃 但昨天下午我已經向這個 呃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遞交入黨申請書 那麼也在今天來到中和陪吳貞掃接 那其實呃 當然在過去我跟吳貞我們在議會在街頭 都是非常好的戰友 那身為他的前老闆 也一定要來力挺 那吳貞雖然歷經了這個兩次選舉 以些微之差 這個跟議員擦身而過 但是我想一定有更大的責任交托在吳貞的身上 所以吳貞來到新北市中和 也就是他這個原本的故鄉 那回鄉參選 我相信他在中和也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 然後前進國會帶著我們在街頭的這些呃聲音 然後進到國會裡面為大家來發聲 那因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謀生 想要加入民進黨的念頭還有原因可以說明一下 以及為何就是你的黨內的推薦人是賴清德嗎 呃其實從去年地方選舉結束之後 當然也有非常多的呃朋友前來關心我接下來的政治規劃 因為確實呃無黨籍呃確實一路以來呃 非常不容易也得到很多朋友的陪伴跟支持 那當然在這之後呃呃其實現在今天距離大選只剩115天的時間 最後這樣子的時刻是很關鍵的時刻 那我也希望說能夠為台灣做更多事 那所以以行動來支持我認為最能夠帶領台灣走向和平繁榮穩健 呃這個步調的賴清德副總統 那當然也很感謝賴清德副總統一直以來對年輕世代政治人物的疼惜 那所以也獲得賴清德副總統賴清德主席的這個推薦 那加入民主進步黨那也希望跟更多的夥伴一起來為台灣努力 想問一下就怎麼看這個北流的事情 因為這個柯文哲他們昨天本來是要在那邊辦一個AI的這個發表 那現在就是急轉完了 是其實我昨天第一時間看到這個訊息 我就有跟文化局長蔡局長聯絡 所以呢這個怎麼柯市長又想要來北流闖關 那當然就有了解喔 在北流五樓的這個咖啡廳呢 他確實是委外經營喔 他並不是北流所謂的主場館或展演空間 所以他並不包含在北流的這個 所謂的相關空間的租借規則裡面喔 但是其實早在這之前就有先例喔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之前黃珊珊在準備參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也曾經用北流卡夫卡這個空間來舉辦他的新書發表會 當時也有非常多人來質疑說 欸這樣子是不是其實在做一個擦邊球 因為畢竟這是政治活動 然後又透過北流呢 其實是在柯文哲任內剪載 那想要藉此喔來作為自己的政績擦邊球來去宣傳喔 但我要一再強調 台北流行業中心喔是從這個台北市長 陳水扁時期規劃喔 然後設計來進行發想 那之後的市長再緊接著來進行發包跟施工 當然最後剪載是在柯文哲任內 但我想這樣子的一個重大公共建設是歷經了好緊熱的台北市長才能夠完成的 那今天呢 柯文哲一直想要用這種擦邊球的方式 更不要說他上次舉辦想要舉辦這個八千八的演唱會喔 然後去想去租借北流的場地 那北流堅持自己的行政主體不願意租借 然後居然還罵北流是太賤喔 像這樣子的狀況喔我認為是非常不可取 自己作為一個過去台北市的行政首長喔 想要他把自己變成政績的時候呢 就不斷地來去希望說可以禁用 那但是呢 如果人家不租借的話 又要來痛罵這些基層的這個行政人員 我覺得是非常過分的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根據我了解喔 這個咖啡廳喔 當時控制租借的時候 也並不是用他競選團隊的名義 好像是用一個科技公司的名義 所以其实是用民间单位来去租借 那当然好像也有传出说 目前好像就是夭折 所以就是今天晚上来取消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打擦边球 那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分寸 那我觉得作为台北市议员 我认为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坚持自己的主体性 推广流行音乐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是相当认同的 因为三位都是今年加入了民进党 那这个太阳花学院分分加入民进党 不知道常所委员是不是也会加入 常所委员会不会加入 OK因为他现在其实 也来到最后一个立院的会期 那其实我看他最近也在准备 这个明年的这些各种预算的审查等等的 我看他也是如火如荼 在准备近期的开议啦 那至于他接下来的规划 我想这个也可能要问他本人比较清楚 但是常所委员一起来都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年轻政治伙伴 然后一路上也都很支持 那请问现在议员在加入民进党以前 有先和建议部加入的战友们讨论过吗 你说其他 你说 我刚刚提到其实在这个去年选举完之后 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的动态跟接下来的规划 那大家当然也有各自讨论 那当然每个人对于自己的 接下来的一些规划都有各自的想法跟步调 那我想也都互相尊重跟支持 那在这一次2024年的这个立委选举 赖清德总统所抛 副总统所抛出的民主大联容策略 我们也看到说我们的好战友 社民党的苗伯雅 还有五党籍的曾文学 也同样在艰困选区持续的努力奋战 那我想我们的国会需要理性专业优质的好立委 进到国会里面为大家把关 那姐帮我们讲一下 因为昨天原本说要在北流的这个咖啡厅 来执办这个AI的竞选歌曲活动 不过就是临时喊咖 是不是文化局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其实在昨天晚上大概10点多 接近11点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 说文化局这边后来有去了解了一下 相关的这个契约内容 结果发现说其实即便是在餐厅 原本以为说这个餐厅老板是告诉我们说 是这个商业的租赁行为 可能还是不被允许因为牵涉到政治 那我们一知道之后呢 我也立刻打电话给这个蔡局长 来确认相关的状况 那蔡局长呢他也非常的客气 而且告诉我们说 其实他们看了合约的内容 的确是如此的 那当然我们就从善如流 任何的规定我们都必须要遵守 所以很快的我们就决定说 必须要改地方来进行这场活动 不过今天蔡局长早上是讲说 像是赖佩霞 如果他想要去表演的话 只要不穿竞选服装背心等等 是可以表演的 不过之前上次我们到来举办这个演唱会 也是被拒绝的 在这个相关的规范上头 我想台北市的文化局 有表明了这个态度 大概基本上还是会从严来做认定跟审核 所以说如果相关的活动 有牵扯到相关政治的意涵的话 可能他们就会采取比较保守 然后相对谨慎的态度 这一点我想是可以理解的 好那关于说就是简书培他今天开党记者会 那他质疑说就是柯文哲在去年 因为修改了相关的这个损零规则 所以才酿成大值事件这样子 那要求柯文哲道歉 我想这完全是把不相干的事情 全部都混在一起了 事实上这个修法的前后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我们是修严而不是修宽 包含像是明定了建商的义务 还有呢在限时之内 14天之内要进行会刊等等 这些都很明确的规范了 必须要把这个建商的责任给厘清 而且是明定相关的规范 甚至还加入了都发局的行政指导的原则 那议员呢把这个公安事件的发生 跟事前的这些条例 或事后要如何明定建商的义务去混在一起混为一谈 我想这个东西呢恐怕是地沟倒菜的 特别是在这个相关的公安事件发生的当时 有很多的民众打了1999或者是去陈勤 但是相关单位就是北市府这边 有没有接到陈勤赶快去厘清 是不是真的有公安事件的发生 这个才是整个源头的起因 而不是来怪罪说这个法令的修严修宽 因为事实上法令是明定建商的义务 这个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把两个混为一谈我想是蛮没道德的 那他质疑说就是关于说这样子的修改 是不是对于建商是有利的 我刚刚已经说了 其实从这个修法前后看得出来 至少有三个条例看得出来都是修严 明定了建商的义务 而且限期之内必须要来进行会刊 这些都是明文规定的 过去没有明文规定 现在明定了建商的责任 怎么还会说是维护建商呢 想要问一下 就是社子导开发时代力量 所有科市府当时是土力建商财团 我想时代力量在做这样的指控的时候 恐怕要拿出相关的证据 整个不管是区段征收 或者是相关的地要重化 甚至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环境影响评估等等 一层一层都是经过很多的委员会 开会讨论出来的 整个社子岛的开发 必须要兼顾公益性 还有维护居民的权益 当时的台北市政府 当时的整个环境影响评估 或者是很多的相关的开发 都是站在这样子的角度来做发响 那么这样子的发响呢 其实也得到很多当地居民的认同 因为他们认为在当地的环境 其实是不太适合继续居住 没有办法来修缮他们的房屋 而且导致他们的环境 非常非常的恶劣 所以在当地有两派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派是希望尽速开发 一派是希望暂缓开发 但无论如何这些相关的意见 当时的台北市政府地政局 还有整个土开小组 都非常认真的去了解居民的需求 所以把这个开发就等同于 跟建商来维护他们的权益 混为一谈 我想这也是一个政治的操作 想问一下 就是这一次就是北流事件 是二度背局 会不会觉得有点尴尬 那刚刚领阳君是说 你们又在打擦边球 如果说真的想要打擦边球的话 我们就不会把整个采访通知 发得这么清楚 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也有一些去询问 这个餐厅业者 这样子会不会有违反相关的规范 餐厅的业者很明确地回复说 其实这就是一个商业的租赁行为 所以是完全应该是可以许可的 也因此他有这样子的活动进行下去 那么当整个活动的小组 去现场场刊 确定了这个应该是没有违反规定 然后进一步地进行来活动之后 那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才紧急地解导通知说 这可能是有违反相关的规定 我要再次重申的是 如果真的想要打擦边球 就不会把竞选歌曲的发布 这么明显的这个通知 发在采访通知上头 事前我们的确有征询过 相关单位也就是这个业者 他们也说去询问了一下 或者说有翻阅了 或者去了解了这个相关的规范 那么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 这是不会违规的 所以才有后续的活动进行的企划 那之后是不是科主席没有办法 就是如果他有这个圣志的身份 没有办法在北流来无愿地唱歌 那后续我们演唱会活动要怎么办 我想当然就是蔡时平局长她也有说 就是不要穿这个竞选的服饰 或者是说不要任何这个竞选意向的东西 进入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后续我们要来做活动规划的时候 也会主动地先向文化局来了解一下 相关场域的一些规范 明确地确认哪一些是可以的 哪一些是不行的 那也避免相关单位有一些困扰 谢谢